各位老师同学你们好 我是卡罗斯 记得两个多月前 我向学生申请购买Web机械人套件 我的目的是想让我的学生认识多点 只到他学界这么流行的找见 实际上Web对我来说比较陌生 原因是过去的十多年 我没有叫设计与科技 但对我的意中 我们是从底来说 Web是他们很重要的教材之一 并且在学识帐篇这套奖之前 我先向梁伟叶老师 再来一套作为犯法 希望今天教大家如何完成出行 在我们的节目 再教大家如何做骗成的工作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便开始提醒一下 假如大家都喜欢 《风奇奇侠卡罗斯》的频道 请于右下角按订阅 早日希望第一时间遇到新视频的通知 请按下小铃铛 并欢迎大家点赞及留言发问 正如刚才所说 卡罗斯对Vex表结不深 因此我向梁老师再来一套参考 是为了在安装过程不出错误 但我知道这套奖除了和装备基本的形态 加上其他主件 还可以发费很多的电话机功能 就让我们先来看看有什么配置 打开其中一箱 那里有极多的包装及配件 当中有弯向人 螺丝 火带 还有基础条 之后这个小盒中 有一个齿文 还有两个棱子 打开另外一盒 你便会看到Vex的CPU 这巨折和亮折 之后是电线 即便压器等假象 这几个是估计马达 这个是电线 一个电池 最后这个是遥控器 零件都插开来了 按照我的习惯和门别类放好 按照说明书的指示 按照说明书的指示 先用指示基础条 安装车的支架 在安装的过程中 我发现用很多这种塑料配件 螺丝 及丝母 安装整理框架的时候 一定要按照说明书 数清楚 在哪一个孔安装螺丝 框架完成了 下一步是安装 布基马达 完成了一个 用相同方法 安装另一个 这两个轮要安装在刚才那两个马达的轴心 而要限制安装于轴心的哪个位置 并且使用我手上就是胶圈 万项轮的安装 要利用整两根短轴屋 当四个轮轴屋都安装好 全辆车应该可以滚动 之后还要在车架上 安装其他进数支架 主要用来安装电池 CPU 及无线接受装置等等 来到最后 先安装机械臂的部分 这里也要安装一些垂直的进数支架 支架向也安装了马达 以控制机械爪的胜降及开核 机械臂的胜降使用一带齿轮来实现 而能够开核的机械爪是账配好的 只需要安装置机械臂的前端 装签完毕 整辆车长这样 连线部分一点不复杂 只需要把四个马达和无线接受器 按照说明书的号码 插进CPU 现在拿出遥控器 吸取贴纸 按启动 在Web 机械那边也按启动 两者很容易便连接起来 按A键启动预设程序 由于我也是第一次使用 因此我每个按钮都试按 发现上方四个按钮 复者控制机械臂的胜降 其机械爪的开核 前面的两个摇杆 复者控制前后运动 但我发现控制不很顺手 不知为什么向前变成向后 向后变成向前 因此练习了一段时间 还是控制不好 这正是我要研究 即教学生把它重新变成的原因 于是我拿出梁老师 这给我的一台试玩 发现上能控制 它的程式是 左边的摇杆 控制左边的轮值 右边的摇杆 控制右边的轮值 上方的四个按钮 也可以正常控制 机械臂的胜降 及机械爪的开核 由于这个设定 也不是我们平常 玩有空车的设定 因此一样有些困难 这股成功在尝试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锻炼 终于可达成一些任务 例如成功控制机械车 走进这个塑料瓶 并用机械臂把它拿起 然后搬运至另外一个地方 经过今天的安装示范之后 相信大家对webs机械人的组简 有一定的认识 想让大家希望进一步 知道webs的变情及玩法 我相信大家同时要 留意梁伟叶老师的频道 之后卡罗斯和梁老师 都会开拍 等的视频介绍webs的变成 大家千万别错过 记得订阅 加赞及分享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